上周我们已经知道 为了弥补在专业显卡领域的空缺 AMD终于将许久未更新的Rideon Pro产品线提上了日程 并于6月8日正式向外界宣布了 旗下工作站的W6000系列显卡 而根据AMD官方所展示的预览性能来看 W6000系列除了最高拥有32GB的显存外 性能相比于前代产品将至少提升79%以上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对AMD自身而言 得益于RD2架构的超长表现 除了在游戏领域凭借RX6000系列显卡 获得了巨大成功外 其当然是要扩展产品线来复制这项成功 所以在面向于Rideon Pro的专业显卡领域 此次的RD2架构也是有了更加出色的表现 具体来看此次Rideon Pro系列 共计包含了三款产品 分别是Rideon Pro W6800和Rideon Pro W6600两款桌面级专业卡 以及一款Rideon Pro W6600M移动工作站卡 其中定位于旗舰级的W6800是GINAV21核心打造 拥有60组计算单元和3860个流处理器 并搭载了128MHz的无线缓存技术 整卡加速频率可突破2300MHz 然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 其iPay的位宽为256bit 带宽为512G 但容量却高达31Gb的接DDR6显存 这一点就算是放在AMD的产品线里 也是为数不多的 而得益于这些豪华配置 W6800的最高FP32性能将高于17.83T浮点 FP16性能则能达到35.66T浮点 FP64性能则是1.11T浮点之多 除此之外 其还提供了6个miniDP1.4视频输出口 整卡功耗仅为250W 至于W6600则是其余首次亮相的Navi223核心打造 用28组级载单元1792个流处理器 配备了位宽为128bit的8GB GDDR6显存 显存带宽为224G每秒 但比较惊喜的是W6600的加速频率可以达到2900Hz 同时其也搭载了32M的无线缓存技术 并提供了4个标准尺寸的DP视频输出口 而其也为单槽设计 功耗仅为100W 看得出来 首次使用的Navi21核心也是比较给力的 而定义移动工作站的W6800M 除了功耗仅为65W到90W之外 其他方面则与W6600几乎一样 但在性能方面 据AMD表示 得益于RDN2架构的优异表现 Radeon Pro显卡的渲染速度最高可以提升46% 同时对可变速着色率的支持 还可提供实时逼真的可视区域和渲染 而旗舰款的W6800 更是被誉为迄今为止 AMD最为强大的工作站显卡 其性能也比上一代提高了79% 不得不说 在专业卡领域RDN2架构 让AMD又卖出了一大步 最后是价格方面 W6800显卡 现已在各大电商零售商上架 建议零售价为2249美元 而W6600显卡 预计将在Q3季度 在各大电商零售平台开售 建议零售价为649美元 至于W6600M的移动工作站显卡 预计将在今年7月 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售 整体来看AMD的这几张专业显卡 性价比还是一如既往的香 如果要对比隔壁NVIDIA的RTX A5000的话 Radeon Pro W6000系列 不仅性能强 功耗低 而且价格也很强 所以大家对于此次AMD所推出的 Radeon Pro的专业显卡 是持怎样的一个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以后带不少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最大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强 我们下期再见